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如果看到有广告 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拜拜 今天说什么呢 就是说英国有很短缺 短缺到什么呢 短缺到要引入专裁司机 你是不是专裁司机 如果你是的话 真的很快点留意一下 首先 他要引入好像欧洲人的专裁司机 香港人好像不惯事 不过不要紧 看看内文吧 原文在《英国日报》 也刚刚出了 网络在上面 我们全部转在 网络文书 因为为什么 把重点 淡出来 荔爺慢慢说 标题也是说那样东西 之前也说过 为什么英国 就是之前说 食物那方面 现在连说 燃油那方面 都短缺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又是老吊重提 又是说 短缺 大货车司机短缺 10万个空缺位 引致很多东西 刚刚 英国舍油 亦都说 因为 这个 货车司机的短缺 就将 限制燃油的供应 其实不是因为没有油的 是因为 没有人可以把油送去油站 所以 听说 成千个油站都已经停运了 即是没有油 那怎么 怎么营运呢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 最大 不单止是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最影响到 那个民生 应该说是 超级市场的供应 大的超级市场 有很多都 已经说 觉得 即是 觉得 有了担心 就是说 由于 现在都成 差不多 七月 尾 不是 九月尾 差不多十月 十月 那他担心 延至到 去圣诞节 因为这边圣诞节 那些人很紧张 那他担心 那些食物 和玩具 最重要是玩具 因为小朋友 不开心就不行了 那会短缺 所以这些超级市场 或者大型的 百货公司 都很担心 那为了舒缓这些压力呢 那这个 首相 就是波子 Johnson 都说 希望呢 就是放宽 这里 允许 批准 林 即是紧急 放宽这个签证 允许这个外国货车司机 来英国帮忙 但是呢 内阁大臣 即是 彭代宁 中文叫做彭代宁 好似的 那就 非常反对这件事的 就是支持 因为脱了欧之后呢 上次都说了啦 为什么会 不够货车司机 因为这里的人呢 不知为什么啦 不是很多人 喜欢做货车司机 可能 所以大部分的货车司机 现在缺 10万个位 很多都是因为 欧盟脱了欧之后呢 有些东欧的司机 即是 没有working permit 即 他不是叫没有working permit 他没有办法可以在这儿做事 即是没有 没有那个签值 所以他说现在有个临时 紧急签证给他们做 那么 其实 暂时呢 就未有 什么消息啦 那么另外呢 也都很奇怪的 你会觉得啦 喂 没有有供应那又怎样啊 原来呢 他们 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东西呢 都要这些 这些 燃油的方面的 产生出来的东西 比如二氧化碳 我们一般认识 就是二氧化碳 用来 有什么用呢 用来做 那个叫什么 汽水 那些 就是有气的那些 那些 饮品 那样 所以这里都有各的 啤酒呀 葡萄酒呀 炭酸饮品呀 或者软性饮品呀 那样 有些生产肉类的食物链呢 都受很大影响 为什么呢 原来呢 这边呢 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 就是这边呢 用二氧化碳呢 将那些 禽畜呀 那样 就是 豬牛鸡呀 那样 它将它 整匀了之后 然后 然后才割它 是的 如果不是呢 这样就犯化 这样变了呢 现在不单止 连这个 运输有问题了 可能连这个 食物方面 或者饮品方面 都有问题了 因为那个二氧化碳 那间厂做不到 因为它没有那个 燃料 我估计是这样 我上次看过篇文章 都是这样说的 那就变成 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英国 就 大部分人都 紧张 即是那些人都开始紧张 那么 手上呢 接受太乎 太乎宣布 访问之后呢 就说 希望呢 放宽 就刚才所说啦 给外国人在 英国里面呢 放宽 用货车司机的签证 但是呢 最初呢 呢 内政大臣 和交通大臣 都反对的 但是因为呢 现在的情况呢 开始 大部分人都开始焦虑的 应该是 都决定呢 将这件事 摆上去他们的日程上 上面讨论 那么 太乎宣布也都说呢 尽管这两个大臣呢 即是不赞成啦 但是呢 结果呢 他们都 预算呢 是会通过 给那些 外国的 司机 给 临时签证 来到做事啦 那么 预算呢 等 Boy Johnson 在 美国回到英国之后 就会正式公布的 预算是星期二 那大家看看情况是怎样啦 那也都有传出呢 就说 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呢 即是紧急情况之下呢 就会出动 军队的 就是做这些这样的东西啦 就是 其实军队里面有很多 这些 司机的 司机的人才的 他们很有趣的 因为军队呢 就 什么人都有的 好 很有趣的 他们很年轻呢 都可以駕得货车的 但是 比较 就是我的经验啦 我以前见到那些 十六 十七岁 他们已经駕着货车 駕着巴士的 但是那些 技术就一般啦 但是就可以的 就是他们是合法这样做的 那么 看看情况是怎样啦 其实没办法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出动军队的 那么英国就会这样做啦 那大家 如果来到的时候呢 暂时呢 我又不觉得很担心啦 可能我们没有开车啦 那么 是见到 这个油站呢 是多了车在那里入油的 我见到很多车在那里入油的 就没至于呢 排了长龙啦 但是我见 又说有些呢 排了成 排了长龙啦 又或者关了 暂时我又没有见到 就是苏格兰这边啦 那么也都这个超级市场啦 那是的 是的 有时呢 超级市场呢 有些 就没有了那些货供应的 那么事实上是 那些货供应短缺啦 那不是因为食物供应短缺啦 而是因为货车司机短缺啦 第一 因为货车司机短缺啦 又引致了那个燃料 运输短缺啦 不是燃料短缺啦 是运输的那个问题啦 所以就影响到 刚才说的二氧化碳啦 那就会影响到 食物那个供应链 都有些问题啦 那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说 暂时来说 就是说这个货车司机的短缺啦 就是这样的而已 那大家就 不用担心的 但是呢 都说清楚啊 据声言说放宽这个外国人 放宽这个货车司机签证啊 这个很清楚就是说 他放宽那些外国人的货车司机签证 就是一个working permit啦 那会不会放宽给BNO的人呢 就不知道啦 因为BNO的人不是拿这个working permit 来的嘛 是这个货车司机签证嘛 那我也希望他给个货车司机我的啊 我是有货车牌的嘛 但是这个好像是临时的签证嘛 对啦 叫紧急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数位的 不如他调吵一下 给他着呢 不如让他转到的 对啦 大把人想持开货车来寻食嘛 但是这里呢 再说多一次 澄清多一次啊 在现行的情况之下呢 你是转不到的 只是转到私家车 和电单车 所有大型或商業的車輛是做不到的 要重新考驗 那會不會放寬呢? 我覺得這次機會是好的 如果是放寬當然好 這樣吧 那你有什麼補充呢? 我覺得沒什麼補充 當然是越給我們更好 首先我沒有貨車牌的 我替你開心 如果放寬給你 你拿到的我也好 我有很多牌的 他只是給我兩個 很不公平 沒有說不公平的 那你自己選擇 難道你跟他鬥 這裡的法例就是這樣 他跟香港簽的就是簽成這樣 是呀 所以也是這樣說 今天就分享這宗新聞 基本上就沒見到沒有誘入 但是說到很疑含 我不知道 可能是 因為蘇格蘭人口沒有那麼囂密 是 所以那些油站呢 我沒有看到它關的 但是呢 整個英國聽到就說 成千個油站 因為沒有油 即是沒有火車供應 那些油去那裏 即是運油車 沒有火車司機開 那就引致了成千個停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暫時我在蘇格蘭就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是排隊 是很多排隊 多了排隊 在這裏入油 對呀 就給錢過來考那個火車排 又或者 其實都真的可以的 你年輕的 又想駕駛一輛車的 最怕單駕駛一輛車 可以穿了各地 又喜歡到處去的 更好 對呀 又打燈 又有一天 這裡有做事好戲而已 我剛剛才跟客人聊完 這裡的人 養懶人 對呀 這裡 這裡 土生土長 那些人 養懶人 這裡的制度 不要理會別人 那先說到這裏 好嗎 謝謝大家 拜拜 是否能彌補還是未知數 據悉 貨車司機短缺還會進一步影響到其他行業 今天BP隻油公司表示 由於缺少貨車司機 將限制燃油供應 這也影響了超市供應 人們甚至擔心聖誕節期間食品和玩具會出現短缺 Tesco表示 到聖誕節 商店貨架上的缺貨將惡化十倍 人們擔心屆時經典的聖誕晚餐旅的火雞 土豆供應都可能供應不足 聖誕玩具 聖誕樹和書籍也可能出現短缺 小企業部負責人保羅、史高麗、Poskali 在接拾ITV採訪時說 我們對英國石油、BP和其他行業感到擔憂 因為我們聽到了這些壓力 首相府承認 隨著英國越來越冷 英國許多行業都面臨著一些問題 首相府發言人說 我們顯然認識到該行業面臨的挑戰 我們正在採取措施支持這些挑戰 我們承認 英國許多行業都面臨著一些問題 不過這位發言人說 然料和食品行業有一個非常有彈性和強健的供應鏈 人們應該繼續像網上一樣購物 最新消息是 英國首相批准緊急放寬簽證 允許外國貨車司機來英國幫忙 內政大臣普女帝帕特爾 Pretty Patel 此前是向外國貨車司機發放 臨時簽證的最強烈反對者 認為這將導致不同行業 湧現要求類似優惠待遇 但政府內部人士表示 由於擔心在加油站出現恐慌性搶求 帕特爾放棄了反對 現在同意交通大臣格蘭特、沙普斯的觀點 認為該提議值得推行 英國現在什麼東西面臨短缺危機? 食品供應 二氧化碳在食品供應鏈中至關重要 它用於包裝、肉類生產和屠宰前縣運動物 因而化肥廠的關閉對食品工業產生連鎖反應 英國將面臨包裝肉類包括加禽和豬肉、包裝新鮮食品和烘焙食品、包裝嬰兒食品、薯片、寵物食品、啤酒和葡萄酒、碳酸水和軟飲料等在內的 使用食品級二氧化碳的數百種產品短缺 包括Sainsbury's or Tesco代內的大型超市在3月份報告稱 由於出人意料的高需求 寵物食品普遍短缺、供應問題對狗和貓的代裝濕食品影響最大 隨著超市貨架越來越空 英國寵物食品短缺問題可能會惡化到冬天 英國最大的自行車零售商哈爾福德表示 在截至8月20日的20週內自行車銷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23% 卡車司機短缺導致供應鏈中斷、新冠疫情影響分銷、亞洲工廠暫時關閉生產中斷 這支導致供應減少和需求增加、供不應求 韋塞斯旁酒吧Weathersplans在9月1日表示 存在Carling or Coors啤酒的供應問題 生產這支品牌的莫爾森、富爾斯、Moulson Coors 也提到了重型貨車HGV之機短缺的問題 受排放抑制和能源短缺影響 金屬價格推至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導致主要生產國中國的美野鏈廠普遍關閉 這致使英國汽車行業陷入芯片短缺 吸汽車製造商帶來困境 電子產品製造商也成為供應鏈中斷和零部件短缺的受害者 由於疫情期間中國關閉 令部件短缺繼續影響世界各地的製造商 同時隨著對電子元件需求的增加 供應的減少導致價格飆升 卡車司機的缺乏和大量建築空缺 繼續影響建築材料的供應 使建築行業陷入困境 落頂瓦片、水泥和木材等關鍵建築材料的短缺 已經影響了該行業數月 一些材料的價格不斷攀升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間 原材料成本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昨天、巨、泰晤士部等多家英媒稱 爆裏司決定放寬簽證政策 為符合條件的外國人發放貨車司機簽證 最初,這項提案遭到了內政大臣 Pretty Patel和交通大臣 Grant Shapps 的反對 但是就在最近,由於影響範圍越來越大 為了緩解公眾焦慮 也為了實質上解決這個問題 引入外援財族漸被提上了日程 據《泰晤士部》透露 儘管包括內政大臣和交通大臣的一眾政府高層反對者一提案 但是結束了訪美行程的爆裏司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正式通告有可能在周日公布 《言論 4》